Hello 大家好 我是常人家那一仔 萌萌萌叔 家里呀 最近在互联网上面掀起了一股 非常潮流的风潮 什么 在家种菜 我在网上面找到了一些功率 今天我们要来试试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成功呢 今天我们吃云烧鱼的炒 可以把云蓝稍微调低一点 大家可以先刷个弹幕 你种过菜吗 你种过什么菜 很多人可能这养过多肉 先不讲蔬菜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家种的那几棵植物 之前我们是买过一些郁郁葱葱的植物的 比如说什么 芭蕉树 柱顶棠 纷纷隐落 说实话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很想再养活的东西了 我能养的最好就是我们家狗 是的 也是主要是靠他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主要靠他们顽强的生命力 对 刚好今天我们家里面买了点菜 我们来试试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成功呢 第一个 水培香菜 香菜叶子留下来 把根切下来 大概切个这么长 大家平时根也没有什么用处 拿一个塑料瓶剪开 做一个小容器 在这里面加水 放一点白糖 这真的能行吗 你喝奶茶会不会活得很开心啊 容紧一下 当然不要放开水啊 对对自来水就好了 然后呢 把香菜插进去 跟稍微推出一下 放进这个水培香 哇哦 高科技 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吃到源源不断的香菜 等天想一下韭菜啊 它应该也就只有一尝 我们放在一边 待会一起拍打卡 第二个 水培生菜 生菜叶子掰一掰 生菜叶子呢 就把它吃掉 把要吃的生菜叶子留下来 今晚上吃烤肉 好吧 这是生菜养不养的活都不重要 重要是晚上那顿烤肉 是的 扒到最里面的小星星 不是看晚上博主的 不一定会成功的 这也没有星星吗 没有 底部切掉一点 同样的 把它放到这个瓶口里面 放在水里就OK啦 这个里面是不用放白糖的 教程上说 靠自己就可以 第三个 水培洋葱 哇你看那个网上的图好好看啊 是的 养着水仙似的 但我搞不太清楚 这个洋葱就是养了它之后 它是能拍花吗 第一步 给它衣服扒掉 扒一层脑皮 唱一首歌 感觉跟我衣服好搭啊 到时候大家会不会刷一个弹幕 如果最后我们失败了 他们就会说我到底在期待些什么 期待它生长 这是生命的逆程啊 指萌出不善长培育生 对对对 底部切一刀 据说生命是从这里开始的 切一刀让它后面比较好发芽 准备一个奶茶的蹲蹲桶 盖子上挖个洞 盖子反着放 让洋葱做进去 哦 洋葱要勤换水 一到两天换一次水 然后要养标 9月养两礼拜才能发芽 它能长出几个洋葱出来吗 它就只能发芽 那发芽是我吃什么的 不能吃观赏的 下一个 水培大蒜 我们做两种 哎你看多短啊 首先是现成的蒜 直接把根切掉啊 把它插在塑料瓶里面 加水就可以啦 第二种我们搞大蒜头 这个比较厉害了 现在扒酥 我们搞个对照组 把它那个头头给扒掉之后 直接放在这里面 加点水就可以了 第二个 不扒蒜皮 直接放在里面 第三种 我们把皮都扒掉 蒜粒 在这里面加水就可以了 加一小瓣 然后就晒大太阳 今天是4月2号打卡 我开始期待他长大成人的样子了 哈哈哈 我觉得他现在是最好的样子了 赶紧吃 刚好马上过一个清明节 隔三天再看看他 哈哈哈 哈哈哈 他觉得自己去过清明节了 哈哈哈 你对我们这样的植物 还没有一点 我对大自然有信心 我对网上的攻略有信心 说实话 他们现在看起来就阴雨冲冲啊 那你看我之前种的那些植物呢 嗯 那是你的问题 哈哈哈 两个放在阴阳处 这三个要放在户外晒太阳 每天它能晒到几个小时的太阳 这个蒜瓣长牙了 这个没长牙 这个是没长牙吧 嗯 这个没 只有它长牙了 剥开了长牙了 然后这一整坨的也没长牙 这个菜没有长牙 也没有长根 没有任何变化 反倒是这个也长根了 大家可以看到吗 你看长了一点点小根 今天是4月9号 过了几天 我们看大家的生长情况 剥了皮的蒜 现在长根了 然后发芽了 这个大蒜 鸵 没有什么发展 这没有剥皮的蒜 也没有什么发展 看青菜间 哇 还是这么绿 好多天啊 有什么变化吗 给大家看一下 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一个青菜 但是很绿 洋葱 所以总体来说 它和它发展的最好 那再看一下室内的两颗 哇 这个都已经发芽了 你看下面 长的都是根 然后上面 没什么变化 然后看这个 也是郁郁葱葱的 今天是4月14号 我们来看一下 外面的生长情况 这两天下雨啊 整体看来都活着 看一下大蒜 这个已经完全长出芽了 你看 都已经长根了 这直接能栽活了 然后这个大蒜 鸵就是没什么变化 然后这个没有剥皮的 可能食器里面接触的水 比较少 所以确实也没什么变化 然后再这个翠玉白菜 很神奇的是 它非常的硬 非常的硬 哇 洋葱的根 你们看到吗 越来越长了 这个原来上面 都是没有这种绿色的叶子吗 原来都是掐头的 现在长出来的是吗 它是从根部往上面长的 就底下那段白色的那段 其实是新长漂亮的 这就长高了不少 这怎么蔫了 它长了很多叶子 但是现在渐渐的它蔫了 这说明到了 要不然就是昙花一现 换个水 我们再一样两天看 今天是4月18号 我们再看一下植物生长情况 先去看一下 这个蒜呢 长势非常的喜人 这个生菜呢 没有长出根 但是还是脆的你看 然后再看这个洋葱 根是越来越长的 大家可以看到 但这上面还是没有冒牙 我们再看看室内的 这个从有生命到要死掉了 你看 腌了 还有个大蒜呢 它是活得很好 有根了 今天是4月21日 距离上一次拍摄 已经快20天的时间了 对 毕竟上次是4月2号拍的天呐 天呐 我又老了一岁 在这20天的时间当中 这些蔬菜 它们经历了些什么呢 人间疾苦 人生的起起落过 不不不 大家从前面也看到 也是有长有跌 我们来一位一位的 跟大家来揭晓一下结果 第一位正王的选手是 香菜 他曾经辉煌过 对 他现在整个人胖丑 我们昨天才换的水 今天还是有点臭 我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 我们中间就是 有事隔个两三天换一次水 但不知道他突然哪一天 突然一下子就不行 他现在整个就不给大家看特写了 他现在整个就是一个浑浊的 浑顿的腐烂的状态 感觉可以当化肥 化作成名演做成的感觉 分析演员一样 我觉得就是水不够肥 长势旺盛的时候 突然像公司一样 自经链锻炼 这种还有道理 还有道理 断供了 好 我希望待会儿你能有些别的理由 好吧 还死了不止一个呢 哈哈哈哈 下一个就你了 对不起香菜 是我的错 我没有照顾好你 你是个好香菜 只是我不配 下一位正王的选手是 一眼音 太臭了 你神经病了 这不是臭是蒜味 这位是蒜 他就属于还没死绝 对对对对对对 开始黄了 就感觉这20天经历他人的一生 哎对 从出生到死亡 大家现在真的太臭了 每天早上我们开晨会的时候 真的在我的隔壁 又是蒜又是葱 还有香菜味 我真的受不了 我们那边还放了一瓶 非油鸡 哈哈哈哈 故意是进化他 第三个 身材 对他叶子散开了 原来是紧包着的 他怎么又不行了 真的前天还好了 前天就感觉非常的有活力 就像这个Lucky一样 你知道吗 现在他整个脑太隆重 像阿布一样 对我不知道他怎么在蔫了 我看到网上的图片 见他长得长出了一颗身材 我真的相信就是有人是可以养活的 大家不要在弹幕上骂我 就想试试嘛 就每次看了网行攻略之后 我都觉得我也可以 别人看起来很简单 我也可以 他没想到真的就失败了 事实就事实呀 这为什么办法呀 对不起生菜 你今天要倒多少钱啊 没有一个成功吗 没有 下面就是开始 整个视频开始起来了 来 洋葱 你看你看看根 来来来 镜头里面看根 哇 根好生 有根代表什么 代表他生命之内孕育中 但是我们之前看的教程说15天 这个洋葱上面就会发芽 我们现在他这个顶部啊 干了 每天真的勤勤恳恳 带他晒太阳 给他换水 勤勤恳恳 滋滋不倦 有的时候生活真的不是付出了努力 就会有结果的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可以把教室发给我妈妈 就跟他说我没有孕育生命的能力 真的一个都没有成功的吗 大蒜 就是昨天我刚发现的 我们就是天天给他晒太阳 然后天天给他换水 然后呢 我们家阿姨不是做卫生嘛 我们家阿姨就在我们家厨房里面发现了一袋 很久没用的 酸 散痒 所以我觉得他的成长可能跟我没有关系 只是他自己生命力顽强 恰巧 一不小心 我不能够把别人的努力归结于自己的成功 不能够抹杀别人的自己基因上的优势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那种动手能力跟我不相上下 或者是高于我的话 我建议先从大蒜开始 基本不会失败 你就不用管他扔在哪里 他自己会发痒 好养活 对 好 今天的年轻人种菜大厂就是这样 总结下来 算很好活 算你厉害 不知道你有没有种菜成功过 然后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区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种菜的经验 也有可能是一回生二回熟 对吧 一胎不行 二胎三胎变更好 对 对不对 当然了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种的多肉啊 一些小花呀 为什么他们会活下来啊 为什么他们会死去呢 死去可能纯粹就是因为主人不行 活下来可能是有千万种补育的方法 欢迎你们来做一个分享 真的我这辈子没有养活过任何一颗多肉 每一颗多肉 它的产品详细上都写说好养活 对 其实其实难养多肉 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看你们要播